女孩儿童男友偷食禁果 每两天就生下龙凤胎 宝宝还会吃人 今天星星给大家带来科幻喜剧片 掠夺者 女主角萨拉是一名女高中生 最近她正在和男友Sky闹分手 Sky一心想飞 萨拉却不想放手 为了挽救这段关系 萨拉主动扣向了Sky家的大门 你不是想飞吗 现在让你飞个够 当晚两人就占了个痛快 糟糕的是 Sky飞升的时候没上安全套 第二天 萨拉童往日一样去上学 然而刚到过道就大吐特吐 这还不算完 等到萨拉隔天早上醒来时 发现肚子居然变大了 她拿出燕运帮一看 竟然怀上了 这不科学啊 才做两天就怀上了 这怀的怕是外星宝宝吧 萨拉害怕母亲看到自己大肚婆的样子 只好来到闺蜜海里家求助 海里十分懂行 带着萨拉来到一间免费诊所 女护士给萨拉做了B超 发现萨拉肚子里的孩子不太正常 她赶紧出门去叫医生 这时萨拉却直接攻缩 眼看就要生了 医生及时赶到 打算给萨拉接生 下一秒 宝宝亲人直接飞出来 将医生给抱头 还真是个外星人 外星人将触角伸进护士脊椎 控制了护士 萨拉和海里吓得赶紧逃亡 逃出生天了 两人十分开心 然而很快两人就笑不出来了 萨拉的肚子竟然还大着 看来萨拉怀上的是龙凤台 海里没有办法 又带着萨拉来到会接生的兽医这里 兽医听了两人的描述 断定萨拉怀上了外星人的宝宝 她拿来拱缩器 打算帮萨拉引产 然而一针下去 肚子却没有反应 就在兽医打算加大剂量值时 警察却找了过来 她将三人带回了橘子 母亲也被请了过来 看到女儿挺着个大肚子 母亲十分崩溃 然而就在这时 外星人却控制傀儡找来了警局 警察一顿扫射 将傀儡射成塞子 外星人却丝毫无损 她开始在警局翻云覆雨 大开杀戒 萨拉四人打算逃跑 班路上遇到警长 警长也被外星人挟持 成了一个会自残的工具人 兽医不止死活 惹怒了外星人 最后惨遭扭头杀 剩下三人打算继续跑路 不料母亲却被外星人抓住 外星人控制母亲闯进屋子 还从萨拉肚子里 接生出另一只外星宝宝 之后萨拉便晕迷了过去 等到萨拉醒来时 发现海莉将她救了回来 Sky也被找了过来 萨拉跟Sky说了外星宝宝的事 然而Sky却不认账 她又不是外星人 怎么可能生出外星宝宝 惊从上脑的Sky又想放飞自我 却被萨拉无情拒绝 内心的大火无法熄灭 Sky只好开车去镇上的海天深沿找乐子 萨拉相信Sky身上 也一定出了什么问题 她找来黑客 破解了Sky的电脑 里面果然藏着重要秘密 原来就在之前的暑假 Sky跑去了墨西哥度假 她跑去参观玛雅人的文物 发现了一座精妙的雕塑 之后一阵妖物从雕塑里冒了出来 Sky也因此被感染 玛雅人的绘画显示 这阵妖物会带来外星人 而且外星人会控制人类进行结合 生下新的外星人 为了阻止外星人毁灭地球 萨拉决定和海力去消灭外星人 但是要去哪里找到外星人呢 很快两人就想到了镇上的海天深沿 那里就是最佳的繁衍地 两人来到深沿现场 一群巨男料女正在那里狂欢 萨拉警告派对众人 外星人就要来了 大家赶紧提裤子闪人啊 然而大家却都当他是疯子 萨拉提开房门 发现Sky裤子都还没提上 愤怒的萨拉将Sky一顿胖揍 还说Sky已经中了玛雅病毒 现在怕是比禽兽还要禽兽 Sky没让他失望 众目睽睽之下就想上瘾兽形 萨拉见Sky无药可救 一拳送他去见了玛雅人 这时外星人也赶到了现场 一票人被吓得四处逃窜 萨拉操起玛雅骨剑 朝外星人几个批斩 然而外星人闪避系数太高 路紧避过了萨拉的批斩 还反手控制了萨拉 眼看萨拉就要惨遭掳手 还立即逮出时机 点击了外星人 外星人掉落在一个炸鸡汁里面 瞬间被炸成了一杯鲜美的外星果汁 消灭了蝎子外星人 还剩下蜘蛛外星人没有解决 萨拉来到母亲被关押的地下室 救下了母亲 此时蜘蛛外星人正在一旁虎视眈眈 萨拉刚将母亲送出去 大蜘蛛就冲了过来 还用一堆大钳子控制了萨拉 眼看就要沦为大蜘蛛的食物 萨拉及时用玛雅骨剑撑住了蜘蛛的大嘴 接着又将兽衣留下的公缩剂 扔进了怪物口中 没一会儿蜘蛛就因为子宫收缩 爆炸了 萨拉终于逃出身天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为爱骨折要谨慎 有套好办事 无套回生啊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里是科幻战剑 要是喜欢新兴的解说 就点赞关注一下吧